碰到工作倦怠的时候怎么办呢 今天这位厨师的做法是 把自己已经有的开餐厅还不错的成绩 砍掉重练 不过他不是关着门自己练 他去产地拜访 找到了好食材 也找回他工作的热情 现烟熏一小撮田里收割后留下的道感 郭廷伟对于他的料理 有种画面的想象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像是 很甜尖的味道 所以我们想要把那个甜尖的画面 透过吃一口感觉那个画面 我们就会用这些看不到的调味 烟熏猪五花伴随着道香 郭廷伟的灵感来自山地部落里的烤肉 这两年有时间踏出厨房 郭廷伟多了出门找食材的机会 有了新创意 过去十多年他从路边摊车卖日式炸物起家 到有了一家日式食堂 生意做得很不错 门口天天有人排队 大家劝他该继续拓展事业 开分店了 但郭廷伟却觉得提不起劲 好像少了做菜该有的热情 你在商业化的过程 你必须有很快速的复制 那也许你在成本考量之下 你的选材都会受到限制 那又或者说这些获利 让你有一个很舒适的舒适圈 那慢慢的人 我觉得我们自己怠惰了 怠惰了就是你对于烹调的热情 你对于食材的用心 打从心底的想改变无力的现状 但考量到日式料理有一定的菜色 贸然变动 把消费者一时难以接受砸了招牌 一一检视工作后 国庭委发现过去餐厅里 他惯用的调味料 竟然是他最不能缺少 又最想改变的 郭廷伟仰赖调味料之后 就会发现慢慢的 好像不太知道食材本身的味道 那我们试着要用更原始的方式去表现 那当然不同的消费者 我想他不见得能够接受这样的转变 所以我们决定培养新的消费者 想做个彻底大改变 也为了找回厨师工作的意义 卢廷伟卖了餐厅 回零后另起炉灶 没有他不想再依赖的酱料 也不用他熟悉的烹调方法 烤东西的过程 像我们到一些部落去探访的时候 他们大概用一些木材 就生了火了就烤肉 那这个木材在燃烧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无心中 就附着在这些肉品上面 或者蔬菜上面 那当然你就无意间添加了一层香味 郭廷伟自己设计了熏烤炉 盐熏的方法很单纯 对食材却是一种看不见 却闻得到的天然调味 但木炭一点燃 火就来得很直接 不像瓦斯炉能调整大小 拿捏不好 若不是烧焦就是不熟 郭廷伟偏要给自己找麻烦 那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去给自己这个框框 就是让自己不要太依赖 所谓烹调的东西 就是调味料 你的设备 你可以精密地控制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觉得是 在这样的限制之下 你才会有新的发想 如果有了限制 反而能有机会突破限制 郭廷伟想 或许能在这里找到初衷和未来 所以他也不想再待在厨房里 继续被动地接收食材 踏出厨房 拜访产地 一开始 郭廷伟是为了想找能吃的安心的食材 而且是他自己亲眼所见的 几次拜访农员后 各家说法不一 除了相信认证标章 郭廷伟困惑了 不敢确定 有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好吧 收一点 拿一点芝麻叶 最近常去买菜的 是桃园乡间年轻农人 黄振伟的农场 这里以鱼菜共生 种植生菜 郭廷伟后来找到这种 以养鱼 种菜 循环共生的栽种系统 虽然在市场上还很小众 毕竟架设系统 栽种方式都需要新观念 但郭廷伟相信他 是对环境友善的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种植条件上 有一定的限制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有农药 去喷洒在这个叶菜上 因为它可能会浓到水里面 而我们的水是跟鱼共用的 那我们就无形会伤害到鱼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掉的 找到安心 郭廷伟还在这儿 看到和厨房不同的视野 当我们只看到一个植物单纯 它成长完之后的形状 其实我们会在使用上会比较受限 就你会有一个惯性模式 你会去觉得说 我可能只能切片它 我可能只能 可是当你看到它的生长模式 包括我们在做菜的意象的时候 你可能会参考它的圆形 它原本生长的样子 让它尽量自然一点 站在小黄瓜藤架前一朵鲜黄 从前在厨房没机会看到的小黄瓜花 带回去入菜摆盘都有新意 郭廷伟发现了解食材生长 就越能掌握食材的特性和发挥 能让它带着新想法回到厨房 刚从鱼菜共生农场带回来的芝麻叶 黑夜白菜 郭廷伟准备做一道沙拉 油煎后去了皮的牛番茄 先熏烤一下增田风味 再和生菜搭配着白卤酪淋上蜂蜜 不能盖掉生菜的原味 又要为有点微呛的芝麻叶 添上点微酸和微甜 除了在厨房为菜做发挥 郭廷伟觉得他还有更多责任 因为有一些已经采收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等下新的鱼 然后会再下新的菜 餐厅外有个十多坪的小阳台 本来有人建议郭廷伟 把这里规划成露天座位区 至少能多做十几个客人 但他却在这里 架起了小型的鱼菜共生系统 自己养鱼种菜 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 来这边用餐他所得到的价值 他可以看到一个农业的形成 一个食物的产出 那我们是做食物的 所以有这样的连结 我觉得消费者在吃上面 他可能更能理解说 他吃了每一口食物 热闹城市的楼房里 阳台上一个小小的鱼菜共生农场 有它的存在价值 比如说像我们曾经就有客人 带小朋友来 小朋友可能他本来不喜欢吃新菜 可是他看到这边说 哇 这边是这样子在种的 那当然妈妈的引导之下 他就觉得说 好像他想要尝试一下 因为我刚刚就在外面看见他 那我现在在盘子上看见他 高兴的是 小客人愿意试着吃青菜了 做菜的国庭委受到鼓励 有了动力 而他也想给更多农人鼓励 他们会认识鱼菜共生的产品 那就会愿意采购这样的产品 那就鼓励了更多的农夫投入鱼菜共生的生产 或者是已经投入的农夫他得以维系维持廉价嘛 所以消价啦或什么那就开始会有黑心的产生 那过去就是因为这样 那我们作为餐饮也深受其害 那或许这是一个反思我们应该 以此开始作为一个帮助 帮助农业帮助我们自己 相信盛选安心好食材 最后都是回馈到餐饮业者和消费者自己身上的 国庭委这样想着 就更乐于往产地跑找食材 一趟旅程他尝到了来自南投县 仁爱乡瑞岩部落 味道特殊的银猪香米 后来才知道 这是曾消失在台湾40年的原生作物 由一位退休回到部落的杨医师 少量富裕成功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做富裕 那富裕的算是顺利 但是呢他仍然没有办法有效地种植他 那无奈就是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 他决心要把他扩大工作的时候 他自己就离病了 那在前年的时候就离开了 杨医师的儿子 为了完成爸爸遗愿继续接手 但不是悬浓的他 赋予香米之路困难重重 郭庭委几次进出部落 发起募资活动 希望种下的香米早日发芽 距离收割还有好些时日 除了耐心等待 郭庭委并不气馁 因为部落回报他的 是另一个惊喜 其实是老人家都是我们说 哎呀那下次到这个部落的时候 夏天还要带我们到这个源头 水源头去玩水 那边有一个养尊厂 山中部落的水质天然 养出的尊鱼肉质鲜美 不需养来进口 每天就能新鲜直送 尊鱼被切成薄片 不加热烹调 用花椒盐自熟成 没有其他添加破坏天然风味 尊鱼的皮和骨也没浪费 郭庭委把它们熬成鱼洞成盘 有点像他曾经熟悉的 日本料理生鱼片 但却更多了 不受框架的变化和口味 还有探索后的一番惊喜 餐业的倦怠会让你提不起劲 那我们不晓得说 当你一个作为烹调者 你对食物失去热情的时候 这个食物我想大概也不会好吃了 这一趟下来 最近我们发现就是说 你重新拦起这个热情 好像你成为菜鸟 刚进到这个圈子里面去的时候 你对于每一项食材你都感到惊喜 对于每一项食物 你都觉得意外的有收获 于是作为一个厨师的热情和动力回来了 国廷薇找的不只是食材 他还在这一路上寻找到 他的职场新能量 他会06年里的一个事 他来自吃 떨宝贓 noon 助于 哥他等你 没听他们